臺北羽球公開賽剛結束 緊接著一個月過後 世大運在臺北舉行 臺灣羽球一哥周天成 選擇參加市井賽 但另外兩位羽球好手 王子維和許仁豪 將會留在臺北迎戰世大運 身高178的王子維 打起球來威力十足 世界排名18名 是臺灣的二號男單 今年還曾經擊敗奧運金牌 林丹還有成龍 這次參加世大運 要直指冠軍獎盃 那時候我也沒有想太多 就是盡量的去發揮好我自己 然後就是打出自己該有的東西 然後不要就是被對方 牽著節奏走的那種心態下去打 所以我覺得打起來 就是在場上還滿隨性的 就是打得還不錯 另一位許仁豪25歲 世界排名31位 在場上以靈活腳步 快速位移來製造得分的機會 在增強我的速度跟體能方面吧 因為我的身材反正就比較劣勢 所以我在場上只要速度一慢下來 就是會 就會非常失意 玄豪成名登造2012年倫敦奧運 是唯一代表臺灣出戰的選手 才18 19歲而已 然後那時候排名還在比較後面 所以一開始有自費 只有一個人自己出國這樣去比賽 對 但是我覺得雖然是滿辛苦 但是也讓我成長了不少 當年十九歲的許仁豪一個人 四處征戰打積分 拿到了奧運的資格 過了五年參加世大運 希望能夠為臺灣奪得獎牌 世大運進入倒數階段 臺灣語球實力堅強 女單有拳後帶進坐鎮 男單有王子惟 許仁豪參賽 希望再創佳基 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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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